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此之外 在预备成员的锻炼阶段 将有两位拥有了很多是代表作品 综艺感超强的哥哥 带领新人们共同成长奋斗 而这两位哥哥是谁引起了网友们很大的好奇心 根据有关报道 预备成员中不仅有着风格不一的小哥哥们 还有十分有个性又漂亮的小姐姐们 这些小哥哥们 可能是有着灵魂趣味的熊猫男 也有可能是软萌的学弟 也有可能是熊着勃勃的狼系少年 或者是体力与颜值爆表的学长 又或者是阳光明媚的暖男 而小姐姐们也可能是预解型 或者是战斗力爆表的大姐大 在如此混搭的团体里 哥哥别闹啦 也将成为小姐姐们最常用的口头禅 除了变识度超高的节目名称 哥哥别闹啦 也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视觉符号 不要小看这样的标志 这个标志有着蓝红绿三种颜色 分别代表着不同意思 蓝色代表智力 红色代表勇气 绿色代表机会 这也是在暗示节目会产生的各种可能性 可攻也可守 不到最后一刻 每个人都会有翻盘的可能 作为一档全新节目 哥哥别闹啦的预备主持团成员们 不仅考验他们的个人战斗力 而且还考验团体作战时与队友的默契配合 以及团体意识 这种考验不仅考的是他们的勇气与担当 更是考验的是他们的策略与智慧 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就介绍说 这当中一将有两位影视经验 非常丰富的哥哥加盟 这两位哥哥不仅可以为他们提供许多临场的经验 也可以见证新人们的成长与蜕变 近期 哥哥别闹啦 官方首次公布14位预备主持团成员 曹恩齐 陈科帆 丁依依 李德馨 李电尊 李正军 潘又成 庞宗林 千者 唐九州 翟宇 张芳 赵昭仪 赵子齐 其中曹恩齐为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毕业 被粉丝称为钢琴王子 曾出演你好 旧时光里的陈安 是观众心中初恋校草的不二人选 并且还有在三生三十里与杨幂大戏饰演少年元甄的陈科帆 也是预备主持团的成员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